李立軍顧問跟張明吉 張董事長 美群國小家長會成員 以及多位地方人士陸續站在彩球前 緊接著地上手套跟剪刀 隨即為全校師生 等待已久的新圖書館正式剪裁啟用 謝謝我們所有來賓 剪裁姐姐 好 掌聲我們謝謝所有剪裁的貴金 這些書櫃全部都是在那個 那個那個裡面 然後那個裡面 然後而且之前沒有這麼多的那個畫畫 現在的話都充滿了色彩 這樣我比較喜歡 以前圖書室現在的閱讀區 是圖書室放書的地方 然後現在放書的地方變成我們取校圖書室 覺得比較寬廣而且很舒服 校方表示 舊圖書館內藏書雖然有一萬多冊 但是當初新建時受限於經費不足 使得空間設計不佳 因此校內的閱讀風氣遲遲無法提升 所幸經過地方人士贊助經費 學校得以進行整修 現在除了空間變得寬敞 燈光也柔和明亮 而溫馨的童話故事風也相當受到 小朋友的歡迎 在這邊真的感謝李董事長還有美姨姊 一直來的十幾年來不間斷的 對我們美琴國小學生這麼的付出 讓圖書室變得非常活潑 我們是用愛麗絲夢遊先進當背景的主題 那小朋友都非常喜歡這樣的空間 一次可以進來參加閱讀的小朋友 可以達到四個班級以上 赤二星圖書館啟用這一天 學校也頒發感謝狀 感謝這些熱心的地方人士 對教育的付出與努力 同時之後學校也會陸續推動更多的閱讀活動 讓全校師生都能夠愛上閱讀 今天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